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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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美食成为亲子活动 户外踏青的好地方 北加福日基金会为了让在美国的学员 也能感受华人新春团聚热闹的氛围 在大年初一邀请大家到佛堂走春 祈求佛菩萨加持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今年特别第一次举办福清吃饭团 大家带着不同的美食来分享 还有走上国际市场的珍珠奶茶 在圣河西红法中心 义公将佛堂布置的壮严灿烂 让大家可以供养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法大菩萨等 希望全球的疫情能够早日推散 新年健康平安 新的一年开始 福治青年一千多人参加体身营 体会到从脚下一点点开始做起 再高的目标都有可能达到 迎接新年 福治佛教基金会北区教师举办诵经 超进活动 包括新庄 山峡 安和教室等都有举办 综合教室更连续12年举办跨年活动 除了二胡班演出 今年更结合善行分享 赞颂演创 及乌克利利的演出 而安和教室则是演出包括善光公主 和温神怕笑喜等戏码 帮助大家为新年立定好造善业的方向 美国南家福治学员为了资助喜洋洋护生源救护动物的善行 送了家中自重制裁的两项金结 并由十多位义工在南家中心制作金结饼一卖 大家仔细将金结中的纸挑除 在锅中加糖熬煮并进行曝晒 最后装入玻璃瓶罐中 希望号召爱护动物的人士一起保护生命 福治团体结合政府部门 企业及在地人士合作一同保育生态 经过政府核准 一月中在宜兰乌士港举办渔苗放流 包括县府官员 当地投城镇长 渔会理事长 海巡署都参与维护海洋资源的行动 一共放流了黑雕鱼苗超过一万五千尾 福治佛教学院地洞大楼 今年一月举办丧良典礼 也为2024年的首度招生目标 又跨前一大步 福治团体首座自筹之鉴的 研讨班教室安南教室 圆月举行了奠基典礼 未来将展现唐师风格的建筑 将是台南地区民众 学习心灵提升的重要据点 为了传递教育孩子更好的方法 福治文教基金会板桥教室 举办了十二堂课的关爱教育 特别学习关爱教育的十六字口诀 改变亲子或师生之间的对立关系 一位科技主管上过课后 更推荐同事来上这一期的课程 希望把这个观念运用在同事之间的相处 建立良善的公私文化 苗栗月称光明寺在寒冬期间 带着一百件爱心毛毯及物资 赠送给淡水恩友忠心 恩友忠心本着耶稣爱人之心 为当地的独居老人及贫富 每天供应两餐 月称光明寺以行动之时设服单位 都是依着耶稣与佛陀一样爱着世人的心 让世间有更多的温暖 看佛陀的看法 学习真正禁除痛苦的方法